經歷愛情長跑,最怕的就是沒有新鮮感 所以這次就教大家自製同樣新鮮的幸福手作花 另一半見到一定很激動 材料很簡單,自己看 做法都很簡單,這次就沒得自己看 首先要用三枝雪條棍擱著西蘭花 再用竹籤插入底部做中心座 形成像漏豆一樣的木條托 之後將剝下來的椰菜卷成菜包 用鐵線在底部打橫穿著 之後將竹籤插穿車尼茄,插入椰菜卷中間 再將竹籤和鐵線互相扣實 然後插在西蘭花旁邊 再加上用竹籤貫穿的椰菜片做底 用膠紙繳實手握位 因為蔬菜有濕氣又容易爛 所以最後就要用磨砂包裝紙做保護 再加一張硬身包裝紙包裝 用膠紙繳實後,再綁絲帶 一束又漂亮又通勉的西蘭花便完成 想矜貴一點,另外還有成本大約100元的選擇 處理手法和之前差不多 首先將三個西蘭花組成一個品字 然後根據蔬菜的體積 由大到小,逐步插在西蘭花旁邊 而包裝步驟基本上就跟之前一樣 一束含有豐富纖維 又引人偷食的西蘭花便完成了 還可以做情人節大餐 大家亦都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 而選擇不同的蔬菜 例如椰菜花便足夠好意頭 祝情人節長度健康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踩單車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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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想去曼谷旅遊指南退出了 大家快點去指想旅行Facebook page 免費下載吧 好厲害 我明天看見不上一場 我們離開 compris 好厲害